长安回望秀城堆 山顶千门刺地开 一记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了 素有古时四大美女之首之称的杨玉桓 平生最喜爱的水果就是荔枝 她成为唐玄宗的贵妃后 便一直生活在长安城 想吃一次新鲜的荔枝更是难上加难 但作为李隆基最宠爱的妃子 自然是想要什么便有什么 这便有了八百里佳吉 为杨贵妃运送荔枝的故事 其实快递系统这一理念 早在我国古代便出现了雏形 到了隋唐时期更为发达 否则杨玉桓也不可能在长安城 品尝到来自岭南的励志 那么唐玄宗到底是如何利用 古时候的交通 让杨玉桓得偿所愿的呢 在电视剧中 我们经常会听到八百里佳吉这句话 往往在士兵还未出现之前 声音已经先传了过来 那么古代的八百里佳吉 到底有多快 它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今天我们来揭开八百里佳吉的真实面目 古代的驿站是供传递军事情报的官员 在途中食宿和换马的地方 一时负责具体传递情报的人 可以说是古代的快递员 这个部门在古代非常重要 有着严格的规定和使用说明 然而唐玉桓李隆基却利用他做了一件荒唐的事情 李隆基年轻时非常聪明 但年老后却放弃了整个江山 只享受生活 后来的人把所有罪责都归咎于杨贵妃 我们今天不讨论对错 只说李隆基对杨贵妃的宠爱 可以说是一个温暖的男人 用网络剧来展现的话 就是霸道总裁和落难公主的故事 李隆基中年时 最喜欢的嫔妃去世后郁郁寡欢 后来发现自己儿子的嫔妃杨玉桓非常漂亮 于是强行娶了她 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古代的嫔妃其实是妾室 不能算作妻子 只能算是妻子的替代嫔 因此在古代贵族和文人之间 互相交换妾室是很常见的 所以作为皇帝 李隆基的这个行为 虽然备受批评 但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 由于杨玉桓从小生长在南方 特别喜欢吃荔枝 为了取悦杨玉桓 李隆基利用驿站 派出快马八百里 从南方运送新鲜的荔枝 正是因为这个事情 杜牧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过华清公诗 描绘了宋荔枝从南方来的场景 从杜牧的诗中 我们可以看出唐朝时期 邮政业务的发达程度 唐朝设立了遍布全国的游役 包括陆役 水役和水陆兼伴三种形式 一战设有一设 全国共有1639个驿站 总人数达到2万人 中央由兵部和驾步郎中负责管理 而节度使下设 四名管役巡官 各县由县令监立义务 有时候我想也许正是因为杨贵妃喜爱李芝 才使得唐朝的游地业务如此发达 因为在随后的宋朝 明朝和清朝 尽管商业繁荣 但由政业务远不及唐朝 我们要知道 在天保年间 安禄山发动叛乱 仅用6天就传遍了3000多里的距离 京城中的消息已经广为流传 换算一下 每天要跑500多里 想象一下 在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 和不发达的交通条件下 如此快速的信息传递 真是难能可贵 有人可能会说 现在的快递虽然发达 但经常出现丢件的情况 那么在古代 面对如此遥远的距离 是否存在丢失或被劫持的情况呢 我可以告诉你 那是你多虑了 只要看一看当时的规章制度 你就会知道 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规章制度 第一 没有游水 尽管古代的游政业务很发达 但完全依赖人力和处力 存在许多限制 因此 在规定上 只有信件 才需要进行800里加级的处理 这意味着 信件才是重要的消息 而不是真正的货币 即使被抢劫了 也无法换来几个馒头 因此 普通的强盗 是不会袭击一时的 当然 古代的驿站也会接待一些实物的运输 例如用于赈灾的物资或上交的赋税银两 这些都是通过驿站逐步运输的 这种运输方式可能会引起有心之人的注意 就像《水浒传》中所描述的情节 轻面受杨智押送生辰钢时 被朝盖和他的兄弟们抢劫了 引发了一场轰动的案件 最终成就了一百单八将的壮举 因此 八百里加级之所以不会被抢劫 是因为他没有利益可图 而且罪过更为严重 然而 食物运输较为缓慢 有可能会遭到强盗的袭击 第二 不好执行 古代的生态环境和交通不变 使得具体抢劫一个人变得非常困难 即使是两支大军 由于信息传递 不畅 可能会错过时机 更不用说一个微不足道的意识了 在古代 消息传递到另一个地方 常常需要以月来计算的时间 想要抢劫一个具体的人 这就像是对那句网络热词所说的那样 臣妾做不到啊 也许有人会说 我可以在某个地方等待啊 但是 对于不熟悉乡村土路的人来说 由于没有正规的道路 反而会有更多的路线选择 各种岔路和便捷小道 都可以供一个人骑马通过 如果你想在一个具体的地方等待 那是不可能的 除了时间上的问题 实际执行也存在困难 假设你已经等到了意识 当你看到想要拦截的时候 意识已经远远超过了你 毕竟 在古代 意识骑着快马 而普通人通常是走路 很少有马匹 朝廷对马匹的管理非常严格 马匹被视为战略资源 普通人只能依靠驴 骡子或牛等处理 因此 即使面对面 你也无法赶过一时 有人可能会说 那我射断马左 挖个陷阱不就可以了呢 但是 正如前面所说 你无法确定意识是否会经过这里 你费尽心力 却可能是徒劳无功 在古代 实际上抢劫八百里加急的可行性非常低 失败的风险太高 根本无法实施 第三 罪名太重 在古代 由于人们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社会仍然存在一定的隐瞒性 因此 刑法通常过于严厉 时常出现株连九族 斩首甚至凌迟的刑法 在这样一个时代 抢劫意识的罪行 几乎和谋法一样严重 一旦不慎抢劫了重要的消息 整个家族都有可能被牵连进来 因此 与所承受的风险相比 抢劫意识所能获得的回报微不足道 一般的意识 在荒山野地只会默默赶路 在人烟稠密的地方 他们会高声呼喊 提前让人避开 因此 当人们在荒山中 看到他们统一的制服时 抢劫者通常会放过他们不予干扰 而在繁华地带 人流众多 环境复杂 更不适合进行抢劫行动 马克思曾说过 如果一项事情有50%的利润 就会有人冒险去做 如果有100%的利润 就会有人无视一切法力 然而 抢劫意识是一项艰难而不值得的事情 一般情况下 800里加急的邮件都涉及国家重大事物 普通人不会因为贪图意识之力 而招惹麻烦 一旦抢劫了意识 不要指望没有人会追查 因为在国家机器面前 一切违法行为都是可以追溯的 只有像唐玄宗那样利用国家机器 为自己执行私人任务 以迎合自己心爱的女人 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杨贵妃的一生的坎坷的一生 少时的不幸导致她性格上的沉默那脸 但后来被唐玄宗选中入宫为妃 也为自己倾国倾城的样貌 得以成为了最受宠爱的妃子 可惜安史之乱爆发后 朝中认为杨玉环是红颜祸水 逼着唐玄宗将其赐死在马维坡 但她又是幸运的 古时有句话叫最是无情帝王家 但杨玉环却能在后宫家里 三千的皇宫专宠多年 魏伯她一笑 唐玄宗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将领南丽支送到长安 不过这也多亏了古时候发达的快递系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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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达的快递